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越长越高他却相反 从早期的162后来又改成了159 但实际穿上高跟鞋和郭敬明一般高 你们看就连他的脸也是变化莫测的 这些年变化程度都快赶上国家的发展了 但看看以前的照片 他竟然有4000年美女的称号 更神奇的是他全身上下 除了身高不能够真正的变高之外 连肩膀都会变 影视剧里边是这样的 但参加节目的时候头肩比一下子就优秀了 甚至仔细那么一看 还能够看出来肩膀里边似乎有异物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个小猜测可能就是得益于肩贴了 暗美不是什么过错 只不过如居锦衣这种360度 无死想把自己包装的滴水不漏 甚至是还大言不惭的说自己的浓厚头发是遗传的 更大言不惭的吹身高 就真的让人很尴尬了 更尴尬的是呢 你永远都不会想到 他还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新惊喜 是的 小白花居锦衣最近是又解锁了一种新的人设 来讲讲怎么回事啊 最近居锦衣是上了一个综艺节目 在综艺节目里边 他要展示下厨要切菜了 那居锦衣道工怎么样呢 非常不行 小白花居锦衣就问料理师说 这怎么切呀 在嘉宾室观看的谢南疑惑发问说了 小君你是从来都没有下过厨房吗 最近一回答说 没有 所以哦 他是没有下过厨房的哟 连拿刀都不会拿哟 要双手握刀柄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要去砍柴呢 哎呀真的好难切呀 看一下动图切的菜啊 连嘴角都在用力 把料理师都给看呆了 关键是后来采访的时候呢 对于自己第一次做菜还表示 很崩溃 一脸生无可怜的样子 那么我们从视频里边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这是一个从小就食指不沾 凉春水 从来都没有下过厨房 不会拿刀 不会切菜 切肉的小鲜女儿 完全不食人间烟火 是真真真的不会啦 但事实是这样吗 不是的呀 可能巨静一啊每天花劲的心思摆弄自己的头发 自己的尖子 整理自己的自拍 连记性都不好了 是忘了自己曾经当法有多利落咯 2017年的时候啊 巨静一就拍了电视剧《游泳先生》 虽然去铺的妈都不认了 但是拍摄时期啊是有做过菜的 看这动作啊相当利落了吧 切法很熟练 切肉切香功都没问题 为什么这么能干呢 因为他本身从小就是在农村长大的 巨静一2018年的时候呢 还回去了一趟呢 说这是小时候带给他很多快乐的地方 连粉丝都知道他回老家了 倒也不是说农村孩子就一定很能干 一定会做饭啊切菜什么的 而是巨静一呢是经常干农活的 连麦子都割过了 而且老家回去的也不少 所以呢在农村长大会割麦子 刀法熟练会切菜 这说出来没什么丢人的吧 而且反向思考一下啊 现如今啊在娱乐圈宣传一下 自己很能干 不是更加的接地气 更能拉好感吗 就比如当初刘涛参加花儿与少年 凭借着超强的收纳能力 一举出圈 年轻艺人李巴雅 王俊凯小小年纪呢也很会做饭 在中餐厅里啊厨艺不错又认真 这都是能够圈粉的呀 所以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巨静一两年前还利落切菜 两年之后突然就不会了 还说自己从来都没有下过厨房 第一次做菜很崩溃呢 想表示自己是傻白甜怕呢 只是占了其中一个赞 更有趣的是啊 学做菜这事呢还有一个后续 后面料理师啊实在是看不过去了 上来手把手的教巨静一怎么拿刀怎么切菜 教的是相当用心 你们猜怎么着呢 神奇的事情来了 登登登登 不到几分钟的时间她就学会了 下刀如有神助和之前砍柴的知识啊 是完全不一样 我上次看到有人这么有天赋 还是十多年前看《神雕侠律》里吧 小龙女像周伯通学左右步驳的时候 巨静一啊还边切边挂自己是个小天才了 哦吼短短一段视频就来了个大反转 前面呢是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小公主 后面呢是小天才 真是闪闪惹人爱呢 可惜啊这模样也就粉丝捧在手里当个宝了啊 论坛上面的吃瓜群众几乎就是罵翻了 粉丝就说呀 你们一定是过得太苦了 所以呢总要黑他们的小花 是吗 不是 看看她做的哪件事情能够拉好感的 疫情还没完全好的时候 机场里边人人都戴口罩就她不戴 不止这一张照片是一组照片都没有戴 春晚的时候呢 嘉宾们医生们工作人员们都戴了口罩 她也不戴 尽管剧情医之前说过不喜欢戴口罩 觉得戴口罩会变傻 但是在特殊时期为什么不戴口罩 可能唯一的解释呢就是怕遮住了她的绝世容颜了 而且更甚的是啊 原本活在了精修照片里吧 就已经很好了 她非要下班 连着参加好几个真人秀的综艺 一上综艺呢就草点多多 比如前段时间呢她参加何炯的一档综艺 大家都在做饭或者是帮忙 居进一呢在干什么 趴在角落 镜头一扫到她 哎呦半趴在那里眼神游离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拍杂志呢 这是咋了呢 在COS画里边的美人呢 还是进入到自拍状态了 知道吗 观众是不懂的 只有粉丝宠爱的不得了 角落里想想一只好可爱哦 包括这次的新综艺啊 明明是面容精致 字幕呢却配上了清新素颜足迹 加上嘉宾的wow 是欺负指南不懂素颜和素颜妆的区别吗 喝水的时候呢也要把水吞进去 然后鼓着嘴巴的呆 节目组呢还把这个颜如金拿来做对比说 颜如金啊是女汉子 居进一是女神 哦原来女神呢就是喝水会发呆 一口面包都要嚼30下 不准确的说呢是32下 才能够被称为女神呢 嗯恕我直言呢 这样的女神一定是地摊言情小说看多了 口有其表 每次呢让人看到的时候呢就是呆呆的 楚楚可怜的 但是又毫无灵魂 真的不懂 居进一以及她的团队前些年的时候啊 君记忆虽然容貌不及现在 但是至少能够看出来鲜活的表情啊 而现在的她呢 不管是拍照片还是录综艺 永远都是像一个GPG 走不出二字元的世界 当然了圈内让人看不懂的操作夺了去了 就比如说吴轩怡吧 说自己一天能够喝八杯奶茶全糖的呢 汪海恩让她喝三杯她还不高兴呢 撒娇嘟嘴非要八杯 女明星喝八杯全糖奶茶你们信吗 反正我是不信的 后来答案出来了 这八杯是怎么喝完的呢 一杯喝一口吃拍戏了 回来再开一杯再喝一口 最后呢就有八杯了 看机场粉丝拍到的照片呀 没喝几口就扔到垃圾桶了 周杰伦看了会心痛啊 还有喜剧之王张艺兴 之前在极限挑战上面说自己不喜欢吃鱼 是真的不喜欢吃鱼 真的是这样的吗 不是的 她其实从小就经常吃红烧鲫鱼 而且做鱼非常的熟练 可能也许小时候吃多了 长到不爱吃鱼了 但是呢她吃螃蟹 不知道要吐壳这一点呢 我是无论如何都不懂的 不懂的还有包文静 之前呢她上妈妈是超人 说自己特别怕狗 不管是带忙的还是不带忙的 只要是活的她都怕 然而啊她在2010年的时候还养了狗 名字呢就叫做贺本 2011年的时候她还喊话 让她同学啊别忘了送她狗狗作为生日礼物 所以啊前些年这么喜欢狗 连生日礼物都要狗 怎么才过了没几年 就在节目上面说自己一切活的东西都怕呢 这是个什么原因呢 恐狗谜团还没解开 包文静又丢了一个谜团 她连1加4等于多少都不知道 对10亿例的加减法都不会算 罗志祥只读了初中 说自己数学差我还信 可是包文静可是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呀 要么是学校要么就节目 这两个矛盾点当中啊一定有一个是有问题的啊 再要么你就是和同卓一样走了后门 你总得选赢了呀 不过呢说来说去啊圈内最好笑的莫过于林志颖了 十年如一日的去卖科技人设 且十年如一日的翻车 2011年林志颖说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偶像 和偶像舒马赫一起拍杂志好开心哦 后来啊却被扒出啊 这个杂志封面呢其实就是用的安妮海色味的那一刊 除了背景色和人物患了之外其他的字体都一样 2020年的6月刮台风了 科技狂人林志颖说咿咿咿咿 这么好的车啊都变成河马和水牛了 搞得网友啊也是一阵痛惜 说林志颖家的豪车被淹了 后来又被扒皮豪车不是他家的车 淹呢也不是12年的淹是2011年 2012年的9月份他又和大家分享了iPhone5的新机啊 还配上了一段专业的评论 然而呢转头又被苹果媒体联络人给打脸 人家说心机还没出来啊 虽然一再被打脸呢但是他仍然不放弃 2016年的时候他说自己参观了从小梦想的法拉利的总部 结果呢同样被官驼打脸了 他参观的只是一个博物馆 不过说了这么多呀这些年看到娱乐圈里 很多迷惑操作 虽然亚裔吧但是也慢慢的看淡了 甚至是有时候想想不免感到一种别样的乐趣 平常的生活总是需要一些调料安静的娱乐圈 他也需要一批这样的能人意识提供欢乐 毕竟演得这么认真 没有观众可不就寂寞了吗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冰芬娱乐秀 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